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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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亚洲四大邪术》? 分别是指 泰国的变性术 韩国的整容术 日本的化妆术 和中国的PS术 现在内地化妆技术 其实都没得输 分分钟都可以有整容效果 你看 这个女生本身都算清瘦可忍 但化完妆立即变身羊蜜 化妆手法 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还不是毛痛整容 但不是个个都是这位 翻版羊蜜一样 那么会化妆的了 如果手残或者早上睡多半个小 不少女生都会选择半永久美容 但大家真的要 应证减美容丸 否则就会像这位 内地苦主 有远无路数 调眉粗到 100米之外应该都见到的 那不小心调眉应该都没那么粗 其实问成这样 真是可以叫做伟容 而另一位是广州的苦主 情况都不是好过这位阿姨很多的 如果说 阴影画得好 割鼻真的会显得正致很多 但是用14800元人仔闻鼻影 结果睡了一觉起床之后 两条啡色线就冻起鼻上面 当时商家还说 低一就会浅色一点 结果当然不是了 苦主就想退款都不给 最后搞了一大量 商家先肯退钱 但是就说不会帮手清洗 更加不会压贺赔钱 遇到这样的事 真是扔心口用钱买难受 闻在身上的东西 大家都是谨慎点好 始终没过几年都难脱色 内地网民就利用中东的Hannah 进行半永久纹身 这种染料大概过一个星期 就会自己开始脱色 都相对安全的 你看看这个女仔 是自己的眉、磨蚱和人中位 都塗了Hannah 其实见到都隐隐不安 虽然会自动脱色 但线条那么夸张 出来的效果不好看的话 都要顶着这样的样子 见人至少整个星期 哎 贪美都是人之常情 但都要想清楚才做 所以最低风险低成本的方法 都是苦练化妆技术 但是有部分内地网民 就很推崇一种上镜座 说这样可以放大双眼 放大又的确放大了 但是好不好看 就真是见仁见智了 尤其如果化完这样的妆出街 我已经开始尴尬到缩了脚趾 但你看看它多自信 不过它都知道 要戴着一副黑超遮一遮 代表都知道会吓人 今集好意好吃就到这里 记得给个like啊 下集见啦 拜拜 下集见